各位早晨,現在是3月,2022年3月15日的早上10點50分 我現在還躺在床上,真是LITERALLY躺在床上 這個是我最放鬆的一次製片過程 好了,今早起床發生什麼事呢?嚇死我 我說出來也會嚇死大家 不過首先我又要澄清一些事情 但其實不是澄清,是去糾正某些人如果有錯誤的觀念 我昨晚,即是3月14日晚 出了一個特急號外,香港地震,塔尖暖南星盤分析,3月14日 這樣的影片 在那條片裏,我已經沒有特別去說 其實今次香港地震,我一早已經預言中了 我已經沒有特別去說,因為我以為大家知道 大家熟我的話,你有追蹤我,應該知道我一早預言中了 因為在那條片,竟然有一個不熟書的commentator 他說,咦,為何你沒有預言今次香港地震 我跟他說,我已經預言中了 在我2022預言,part 1 of 5,我已經說了 今年在沒有火山大,其實我承清一下 不是沒有地震,但是沒有火山大的地方 會有地震,所以例如在中國的話 我已經列了那些什麼,唐山、四川、文村那些 如果在中國地方的話,因為我不是很熟悉這個世界的地震版圖 中國,神州大地大家比較熟悉的就是這些 以前,不是錢木,錢光,錢什麼鬼 都寫了個唐山大地震的傳記文學 很明顯中國這些內陸是沒有火山的 今年這些地方要小心 但是,在我那時候part 1 of 5,我甚至說過 到了某一個時候,連火山都要爆 因為好像是火星都去參與一份 那你們詳情,你們去聽part 1 of 5 所以其實今次3月14號凌晨香港這個地震 我是有預言過的 所以不屬書的人,麻煩你去重溫 好,言歸正傳 那現在回歸到3月15號的早上 有些什麼這麼嚇死我 然後就嚇死你們呢? 讓我讀這段新聞出來 著名工業家蔣鎮離世 他於1958年創立鎮紅機器廠 有注數機大王美譽 其下鎮紅集團為本港上市公司 蔣鎮兒女蔣麗雲活躍政壇 被譽為立法會元酬 蔣博士一生與機械和工業有著筆解資源 於1958年創立鎮紅機器廠 並在1966年推出首部香港設計及製造的 10盎司螺絲直射注數機 令業界觸目 從此被貫賞注數機大王美譽 在蔣博士的帶領下 鎮紅集團1991年在香港聯合交易所上市 奠定其全球注數機生產商領導者的地位 好 我今早早起床 就在社交媒體見到這段新聞 嘩 我昨晚不只是說這些 當然我昨晚沒有走到它這麼特別 但是知不知道我昨晚那條片 即是那個特級紅外那條片 我哪一部分說中了 或者不要說說中了 但是那個題目 你明不明白 西洋占星 即是我們經常說的那些關鍵 還有很久以前 我想有一次Live 我是打過比喻 其實原學這些東西 特別是西洋占星很好玩的 即是我們有不同的項目 上位 不同的宮位屋 不同的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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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去做到什麼事情出來 原學是有知識的地方 有些死知識你要死的硬背 就是我剛剛說的那些題目 那些題目 那些記憶 但是它最後可以有些什麼 發生到什麼故事出來 這裏其實有時候 都真的要靠那個 占星家的一些直覺 或者一些經驗 OK 好了 我經常都說 好像我給蛋 麵粉 糖水 奶 糖尼 究竟你是做蛋糕 還是你做麵包 還是你去做班戟 每一個份量你放多少材料 你用哪個步驟先後次序 它最後可以是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當然萬面不理其中 你的材料都是蛋 蛋 糖 麵粉 奶 水 這樣 OK 就不會說你會變成咕嚕肉出來 你都沒有用豬肉 怎麼做咕嚕肉呢 好了 你們快點去重溫一下 昨晚的影片 我講哪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跟今早 蔣鎮離世的消息 是完全一模一樣 真的嚇事大家 好 還有 如果 就這條片 不要煩 如果就這條片 反應好的話 什麼叫反應好的話 給個準則 例如有五千個讚 的話 我再去講天星少倫 因為 話說 在 昨晚 3月14號 晚上 出完那條 特急號外香港地震的影片 唉 我在 Facebook 見到這條這樣的新聞 其實你知不知 跟昨晚的判優是很呼應的 即是跟地震的判優是很呼應的 即是跟地震的判優是很呼應的 但是 我深刻在出完這條片 我才見到這單這樣的新聞 但是其實 如果我先看這單新聞 我就會 在 我地震片 那裡的解讀 再去大書特書一下 天星少倫來的發展 好 讀一下 借態度的生窮水盡 天星少倫 就說 兩年累計 虧七千萬支不抵債 天星少倫公布去年12月底爆發的第五波疫情較之前第四波疫情更為嚴峻 虧無前所未見 天星少倫營運舉報為間所受打擊被當年從此中環及灣仔碼頭更慘烈 更慘烈 數據顯示 今年1、2月份 天星少倫兩條專銀行線的載客量合共只有一百萬人 持久為2019年同期的27% 公司表示 自列 2019年6月經歷長達30個月的震盪 不但導致天星少倫的載客量累減 期間累計虧算超過7千萬元 Hashtag 天星少倫 Hashtag 生窮水盡 Hashtag 負資產 而天星少倫的總經理周卓言表示 巨額虧損遠超公司總資產 天星早已代入負資產行列 現時完全依靠謝泰 以應付日常營運開支 每月收入甚至連員工的身根壓低不信 耳機盆生窮水盡 Hashtag 祝他們好運 也祝各位香港人好運 好運 還有 大家請記得去留言區去看我打的東西 因為有時我做完一些影片 如果我有 之後才想起一些什麼 哎呀 整個後記 我便會放在留言區 作為留言 或者其實我都會放在這個影片的描述 但其實大家都很少去按影片的描述 其實不是的 我告訴你 我在YouTube看影片 我會去按一些影片的描述 但我相信很多人都沒有 因為其實說真的 我都很少 我不是說每次都有 所以我 人同似心 心同似利 所以我都 我會放在留言區 亦都會放在留言區 因為通常留言區會活躍些 但當然啦 這個世界有很多CD-ROM 他們不喜歡 不留言區 那你們就失敗一些 但我在這裏 就提一提大家 以後我有些忽然之間 想起的後記 諸如此類的訊息 就會放在留言區 到處理 如果你有充分 到處理 你說 不是 你說 說 說 說